頭上的大熱門從未在谷草上過陣 而且跑過7場未有成績的8號永莽勁 那些擁涌何來這麼大信心 賠率只剩3.4倍 次熱門就是一匹10歲的老馬 6號多利高5.8倍 臨門落飛方面另一匹表現 幾年失望的5號巴圖魯 由7.5倍落到6.1倍 偉達的坐騎11號慶智高 賣門都去到9.3倍 慶智高都厲害 一注放下去 起步都起得順利 慶智高不過講快 那隻贏馬組合 這次突然可以騎起前速 變成一路頂住了 那隻永莽勁 現在才開始開變 起步又不算不夠快 這次已經走上來過了奇蹟 奇蹟的刻意留在第五位 裡面6號地3就是重疊 寬小 再跟著後一點的馬 才看到有埋便有多利高 開變中間紅紅地3是巴圖魯 再然後的馬才看到霸王天下走出去 再後一點才與時俱進 然後才到電訊大帝 與這個同電訊大師 也不算是同馬主的 是兄弟而已 看看前面 在這裡看到永旺勁 終於大熱門帶了出來 也算是帶掉了 整個馬位 鬆一點 沒有特別有馬燒 照計這裡走得挺順利的 海邊就是落了很多票 慶智高 在埋便是這隻贏馬組合 然後中間我們看到 6號地3的重疊寬小 跑了1200 反而不是他放頭 跟著下上來追 中間在他開變 8號地3就是奇蹟騎身上來的 後面的馬我們看到還有多利高 裡面還有與時俱進 前面也剩下一對馬鬥 似乎開變比較厲害 奇蹟贏 跑第二名的重疊寬小 大掉了 第三名的結果就是多利高 跑第四是贏馬組合 奇蹟贏馬就合理而已 其實都是剛剛欺負的重疊寬小 不過今天看到這隻馬 他真的跑法國谷 正如我昨天說的 是很靈活的 看來在下山的時候 看到這隻馬好像立腳 看到楊啟棠 頂幾步 他一直有 早段是要大力騎的 大力 到差不多 他騎到他 開了腳之後 他就留住了 尤其是這裡 遇到這邊幾隻都好像 都鬥走 不如留一旁吧 這裡很重要 如果你繼續 退出出便就糟了 興志高的位置 又不算很差 你說他需要遮擋 我又不太同意 畢竟現在來到五班跑 老實實 如果你的能力是高一點 除非已經走到奧利王子的位置 否則你現在這個前面 奧利王子是縮在尾上的 奧利王子 如果你說要賴 就說他重磅 但怎樣都應該補回位置 這位馬都在今年的演出 是絕不可靠 反而重磅歡笑 今天我留著 又衝得挺好的 要嘗試一下 不斷上至1400 都搏一下 會不會有機會 原來今天1200 短短路 留著下來跑就可以了 不過所謂的得 都是大家普通對手之下 能夠有得跑 一場一場計數 下次又如何 真的又要看什麼對手 贏馬組合 之前試過有一次 在彼馬的千二湧過一段 今場就 直接用的速度 又不是說跑得很差 起碼比近期有些進展 應該是說前 最後是沙田 其實那次挺快的 下一次就